鹿和葡萄树告诉我们什么道理? 鹿和葡萄树告诉我们的道理是,做人不能忘恩负义,要报答曾经救过自己的恩人,否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 鹿和葡萄树讲的是鹿为了摆脱猎人的追捕,躲进了一片高大的葡萄架下,凭借葡萄架的遮挡得以死里逃生。 他松了一口气,不过脱离危险的鹿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,这给他带来了一想不到的结果。 这只鹿完全放心了,正好也饿了,便开始仰头大嚼葡萄叶。 不远处的猎人听到了动静,于是返回来继续对鹿展开追捕。 起初遮掩鹿的葡萄叶成了他的副中餐,这下他彻底地暴露在猎人和猎狗面前,他无法逃脱了。 也是在葡萄架下,鹿被捉住了。